王森永接受七七樂壇謝西嘉和Woody訪問 宣傳新歌沙包 在他自四年前的安心事件後 首次公開接受訪問 他透露早前的低潮期 面對著排山倒海的負評 但他透過學佛等 已經令到內心變得平靜 森永說 再難聽的話都聽過 人家怎麼說我 都是我的因果 他坦然自己有一段時間 不太敢接觸人 最後他另養了一隻狗 因為放狗時 會與其他狗主接觸 聊天 慢慢就開始走出低潮 再加上不忍心 再見到爸爸擔心自己 所以重新開始 森永亦分享到更慌 提到自己在這段時間上網課 學音樂 亦透露在事後 無線有要他回去拍劇或仲藝 與他商討去向 其實他都很迷惘 但最終都是決定要離巢 面對恐懼試下學音樂 不過到真正沒有合約在身的時候 心裡都有點慌 搞也被散開來 是我